安华他是否能够在P&L来掀起任何的旋风或者是浪潮呢 今天我们是邀请到了一位在P&L的候选人 他是公正党的副主席 同时也是西蒙在单容马林的候选人 我们来欢迎YB 郑立康 哈喽 外宾 嗨 景龙 哈喽 大家 大家好 是的 今天我们是邀请到YB 跟我们去分析一下在P&L的战情 其实现在已经是过了几天时间的提名日了 然后大家都在关注各个州属的情况 我们看到早前其实西蒙是将P&L设定为前线中 而且也希望说可以再一次的拿下P&L 并且是跟雪兰儿 森美兰还有槟城来组成希望 西蒙的这样的一个走廊 然后希望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 可不可以先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在P&L的战情现在是到了哪一步了 麻烦 好 景龙好 大家好 这个P&L的战情现在当然还是相当的激烈 只是我基本身对重夺P&L是很有信心的 主要是因为在这一次我们把P&L定为前线中 因为只有三个州是州选 就是州议会跟国会一起结散 P&L还有玻璃市 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比较多的 我们的领袖就可以有比较多的时间跟精力 放在这个P&L州这里 然后为什么会把P&L州当成是一个前线州呢 因为主要是P&L州在过去三届 从08年开始 它就是一个比较摇摆州 2008年明年那时候是明年赢31 然后国阵28 然后2013年是国阵31 明年28 然后2018年我们也是微差 所以呢 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因为P&L州是可以贡献 P&L州有24个国会一起 它是整个半岛里面第二多的国会一起 除了这个柔佛之外 柔佛25我们24 所以从州的角度 这个国会的角度来讲 我们都必须要把这个P&L州当成 定为一个前线州 然后目前的账框 账框 我觉得是还是非常好的 因为主要还是说安华 作为这个整个西蒙的领军人物 他愿意下来P&L州当成 一个不是那么安全的 是2018年才第一次生 而且这个多数票也不多的一个国会 就是他显示出他一个领军人物的一个破例 也显示出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心 所以对我们P&L州的这个情况是 市区是有很大的一个鼓舞的 我在这几天我们大概是说 竞选期已经到了一半 我们得到民众的一些feedback都非常的好 尤其是一些马来选民 他对安华愿意来P&L州 大家都觉得非常正面 OK 我觉得当地的选民 看到安华来到P&L也是蛮兴奋的 刚才其实外币也说到了 有24个国系在P&L 你们在这一次有没有设定什么样的目标 希望24系里头可以拿下多少席呢 基本上上一次我们也是大概是一半一半 这是我们希望可以拿多一点 可能至少15 16席P&L州的国席 然后在州议席方面 我们是相信我们是可以重新执政的 因为之前我们也是微差而已 这是整个人民对经济情况的不满 还有对安华的选风可以说是 对马来选区的选情是有一定的帮助 所以如果是说因为在P&L有59个州系 所以要重新执政的话 至少你们就是要拿下30系以上了 对 OK 刚才说到这个 不是很有信心的 什么 我们对拿到超过30系是很有信心的 了解了解 刚才说安华在当地的情况 现在根据你的观察 那个选风是已经掀起来了吗 还是 因为我本身不是在Dumun 当然Dumun的发生是非常热烈 可是我本身是在 基本上我是在P&L州的南部 已经是跟边界的 但是我在这么远 都有感觉到那种 尤其是在马来选民方面 都有感觉到那种情绪 正面的情绪 所以我相信在其他地方都会有 OK 我有一个问题蛮好奇的 是因为刚才YB也提到 就是如果以过去几届的情况的话 朝鲜双方其实也是蛮势均力敌的 所以目前为止的话 你们碰到的挑战会有哪一些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 其实在P&L州 如果我们要胜选的话 我们主要的挑战是第一 因为P&L州是因为夺权过后 发生夺权事件过后 他们就是政府 然后我们讲 power of incumbency 就是你当权的 他们有很多access 去政府的一些机制等等 所以他们会在这方面比较占优势 因为他们是州政府 就是原任州政府 还有其他的就是说 P&L州你要有一个很大的变动 它没有这么容易 因为之前我们都看到 其实各自有各自的基本盘 而且是都相当稳定的 相当稳定的那个基本盘 中间选民反而不是太多 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要 我们要有一个很大的变动 那需要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选风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些 一些面对的一些问题 有没有说做了一些比较最坏的打算 虽然这样不是好一头 就是因为选举进行到一半 但是还是蛮好奇的是 你们有没有做了一些比较坏的打算 如果成绩不是那么好 怎么办 肯定啊 如果是成绩不好的话 我们肯定是有 肯定是有做这样的打算 因为选举不是胜就是败的 我们当然是希望的不胜 但是失败我们还是有做打算的 我们还是有自己的 我们有内部的一些讨论 当然我们也不方便投入 但是我们的确是有预算到 如果情况并不如我们预期中这么好的话 或者情况非常糟糕的话 我们要怎么做 都有这方面的所谓的脑力激荡 brainstorming 现在很多人会觉得说 可能现在选举的风险不会像2018年那么的热 我不知道说未来几天还会不会继续热下去 还怎么样 那么这样的一个慢热的现象 你会不会担心 其实呢 它的确是有这方面的问题 但是因为你看如果是慢热的话 它其实基本上是对原认者是有帮助的 尤其是你如果是在一个选区里面对对手是人家不熟悉的新的对手 但如果是晴慢热的话 其实对你作为一个原认者是有好处的 只是当然了我们第一我们PT州是两个都是是均利底嘛 然后第二就是我们的党里面也是有新的候选人也是有旧的候选人 共产党来讲其实我们新的候选人是更多的 所以我们还是在尝试怎样去带起选举的热度 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也是要习惯 接下来的选举可能就会是这样 因为我们也不能够太过期望说 它可以跟以前那种一个chama有多少个人来多少万人来这样 因为现在人家如果是要看政治演讲的话 他在网上看live就可以了嘛 他不喜欢出来嘛 所以我们所谓的招式肯定是没有以前这么容易 也没有以前这样的 除非你是有一些比较大的领袖来 我们还是看到过欠人的那种讲座啦 但是其实基本上比如说我们全国大选的话就比较难 因为都是在地的嘛 所以我们要必须想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社交媒体啊 或者我们比较说我们走那个chama colombo 是比较小型的讲座 我们都是通过这样来接触选民 所以感觉还是有很多的未知数 我们不知道说实际上大家支持者的反应是怎么样 像刚才外边也说了 可能大家是在家里看相关的你们的一些证件 而不是来到现场 某方面也是可能担心疫情的关系啦 因为虽然说我们现在疫情已经慢慢的缓和了 但有些人还是会有这样的一方面的担忧的 刚才提到说爱华的部分 那么24个国企有没有说哪一个的国企 你们是陷入比较胶着的情况 然后是打得比较激烈的呢 其实我们我也没有这方面的数据啦 因为各自都在各自忙着各自的选区 对 可是我们就是说我们看回之前的一些 我们看回之前的一些数据啦 第九次有一些可能会比较 5050较多啊 比如说Tanjo Malim 他肯定是一个选情激烈的一个选区 因为Tanjo Malim一直以来都是国阵的这个 然后包括Tanjo Malim也是 Tanjo Malim是2018年 2018年才第一次生选跟Tanjo Malim一样 当然还有其他的包括Tanjo Malim等等 所以我没有一个很科学的一个方式去 对 分析说那哪里叫做 但是基本上这些这些选区都是决定性的选区啦 Tanjo Malim,Tapa,Tamboon等等啊 OK我们一个一个来谈这相关的选区啊 刚才提到了Tanjo Malim 那大家就很好奇啦 因为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Tanjo Malim的这个候选员 那么刚才你说在Tanjo Malim是55波的情况吗 那么你怎么样去看待你的对手 我的对手当然我对手是旧人啊 也是老朋友啦 从08年我跟我的对手一起去 在这个综艺席 18年我们一起转换 转换跑道到国会 国会选举哦 所以只上一届我侥幸啊 我胜选了 然后他过后他却是做政府 他担任副部长 所以我觉得在个人的方面还是各有千秋啊 我是在上一届 我是在Tanjo Malim国会我胜选 我是incumbent 但是同时呢 他虽然没有胜选 他却是政府的一分子 他是副部长 资源肯定也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个人方面是没有什么啦 我们都太过熟悉了 他是一个我们我很熟悉的一个对手啦 所以个人方面没有什么 只是我是说这一次的这个选举哦 可能就是看到底人民要选哪一个政党做政府 然后从就是分别会在于那边啦 就是个人的因素可能不是太大嘛 主要是看你要哪一个阵营做政府 OK 不过你的对手他是原任的教育部副部长啦 这样的一个职位的光环 会不会觉得说反而是对他是一种加持 然后会拉低了你的胜算之类的 他肯定他是原任副部长哦 他肯定会对他有一定的帮助 从知名度方面从资源方面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也是在这里是 我已经是担任了四年多的这个国会员 我从2018年到现在差别还是很大的 就是从人脉的开拓啊 包括一些基础建设啊 那些我们推动一些基础建设 还有这国会的问证记录等等啊 所以啊 我我觉得还是是各有各有全球 所以我才讲是五十五十 哈哈哈哈 各有各的优势 各有各的优势 嗯 但是我觉得当中玛林好是 整个选区哦 是周主席对周主席 我我是共产党的周主席 他是马华的周主席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周选区 呃 宋盖也是呃 呃 呃 所以这个整个这个国会就变成是一个焦点哦 而且那个资源的啊都相当集中啊在这边 所以呃我觉得到最后呃那个分别就是说人民到底要选哪一个阵营当政府 就是这样的 ok然后再看你们个人的一个魅力在那麽讲到说候选人部分的话 我我因为我们常其实我们常跟YB呃进行访谈然后很多人也认识你你你总会给别人一种好好先生的一种一种形象哦 那么其实这样一个好好先生的形象其实你觉得对你来说是一种助力还是阻力呢就是因为比较柔和的一种感觉对 呃我的性格死然啊我的 啊我觉得是对我是有有好处啦当然 ok尤其是在我跟选民的那种啊交流啊我跟选民的那种啊互动啊 我觉得是嗯我很自然啊就是我们的关系都很自然啊反而我觉得可能会对会对这个选民会让选民觉得舒服啊 呃因为这个这个就是我性格嘛他是很自然流露的嘛呃但是同时呢同时他有另外一个坏处了啊那个坏处是说嗯他觉得呃啊你这个人很随和啊ok啊这样我可以抹肝啊 就说哦我现在我支持这个表情如果不万一不信我胜了的过后他还是可以过回来啊所以我有时候有些人会跟我说你不可以这样的 哈哈你的你一定有时候要说一些中话的你不懂什么都是这样随和的所以我觉得是两看啊啊啊都有啊坏处好处各一半了了 你之前是有挑战吗汉顺是公开这个华小和华中呃就是中学的这个拨款相关的这样一个挑战目前的进展是怎么样了有什么样的最新的update吗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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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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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他在那个字眼的问题 他讲只有两位不是一批 但是我们收到的是超过两位 而且这个不是我个人的数据 就是包括其他的 其他华教团体的文告 所以我是相当确实的 是有超过两位的 然后他是那个他没有回应 第二个就是说华晓跟华中拨款 这个我是相当肯定 有看超过70%还没有收到拨款 所以到现在我们还是等他的回应 当然我提出这个东西的时候 不是说因为我跟你个人的问题 我是提出说为什么这些东西不能够解决 然后现在你突然间你做一个竞选宣言 我打印做这个做那个 打印做这个做那个 因为竞选宣言他的这个可信度 是在于说你还没有做 然后你做了我相信你会做 如果你可以升选过后 那现在你还没有升选之前 你都已经是政府的一员了 你已经是行政管理的其中一个地方了 你已经是官拜副部长高职了 如果其他的我们不要说了 如果你连你部门里面的这个工作 你都还不能够做好的话 像你的这个竞选宣言的可信度在那里 所以这个就是我提出的这个 这些华教课题的一个本意 既然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话或挑战是想要 说给你的对手马汉胜听的呢 说给对手就没有什么啊 有些话说给选民听 因为我们的选民很多很多时候是觉得 投了票是好像不一样的一样的 投给谁都一样的 我是想讲现在跟以前真的是不一样了 如果我们投票没有用的话 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就不会看到 马来西亚历史上的第一位前首相被灌进监牢 所以我觉得投票还是有用的 我现在很担心一样事情 我是很担心我们的选民不愿意回来投票 我觉得你回来投票你不投给我票紧 但是你最重要回来投票 为什么因为你这一票你是决定你的 你的还有你的孩子的接下来五年的一个 一个前途啊 还有你觉得国家的方向 所以我是想希望说我可以呼吁更多的 这个尤其是外地的选民能够回来投票 投给谁是当然是个人的事情 但是投票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放弃因为国家 国家未来五年的方向 将会由你这一票去决定 对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 我们在这个平台希望大家可以多加去留意的 不管是你是哪个年龄层的朋友啊 如果真的是可以的话 记得去投下这个神圣的一票 我昨天有看到一则新闻是李文才的 外比李文才他是有提到说在霹雳的情况 他们有遇到说派这个传单都要去跟警方来申请 我不知道说外比你自己的选区或者是地区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啊这个是新的条例啊 可是我们不会去我们不会去申请了 因为大选期限都不可能每一次派个传单就会申请分明 对因为好像很麻烦这样 在选举法令里面 在警察法令里面 所以这个只是选举委会自己增加的一个自己镇定的一个条例 OK所以就可以不用去理他这样是不是 当然我还不知道后果啦 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合理的一个做法 OK因为我看到这个新闻就想要跟你求证一下你自己本身的区域 有没有碰到这样一个类似的情况这样 那词还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 因为我们一般上警察警方都会知道我们的行程等等 OK我们现在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现在还有一点时间 刚才提到了丹州马林 我们来转转其他的选序 我们来提提看巴干达都好了 因为其实很多的选民其实也很好奇巴干达都的情况 毕竟你们也是派三苏嘛 然后去对战阿曼萨克 我觉得这个蛮好看的一场战 你怎么样去看待现在在巴干达都的情况 其实我觉得巴干达都很多人当 把巴干达都当成是黑区 其实并不一定是这样 所以那时候三岁斯坦达 他看了整个选区分析过后 他也愿意去 为什么呢 因为巴干达都首先他过去从大概过去几届 他的这个幅度 那个多数票都是很少的 千多票两千票 然后对一个国会是很少的 只有在2018年 他把一个camp移过去过后呢 这个军人的军营移过去过后呢 他赢他那时候还是副首相 他赢了五千多票 但是现在那个军营三千多票已经移走了 又移走了 所以从on paper我们就看哦 他还是又回到去剩下千多票 多数票的那个时候 只要 当然只要我们 我们的有一点点的增加的话 在支持率方面 马来人也好 华人也好 只要有一点点的变动的话 这个对赢阿米迪来讲就会是很危险的 而且我们相信会有变动 为什么 因为赢阿米迪的形象 不管是在马来人华人还是印度人方面 都是我们讲 每况愈下 所以我们相信是 马来人华人其实就跟我们有机会 可以拿下的一个选举 那边你觉得阿曼迪可能是 武统创党以来第一位 输的党主席吗 我相信有这个可能 因为他已经做过 也是有试过 武统创党以来 是这个武统主席 又是国会员 但是却不是首相的 他也是第一位 所以我相信在巴干多多输掉 也是有可能 让他成为武统 第一位输大选的主席 OK 我觉得巴干多多确实是 大家值得去关注的 其中一个焦点选须 好 最后我们来谈谈在丹布的情况 因为毕竟我们今天就是 有说安华到底可不可以 在霹雳掀起这个旋风 在丹布他碰上的是 土团党的第二把交易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你觉得安华是稳赢的吗 还是怎么样 我们相信安华是可以打下丹布这个选区 而且是比上一届更多的多数票拿下丹布选区 因为首先当然我们也不要用这个平台来诋毁别人 只是说首先我们面对的对手是 我们其实主要对手是国阵 反而我们认为 安华在黑斯 那种的安华贝扎是 他可能会排第三 主要是 主要是因为 这个国盟的问题 他们拿不到飞 飞马来票 而在这个坎布 有大概30多巴仙的飞武艺 所以我自己本身是相信 阿华贝扎是 没有机会胜出的 只是他可能会排第二或者排第三 那个是我自己的看法 然后另外就是 再加上他在 第一他是 背叛 背叛人民的委托 所以飞马来的方面是肯定他拿不到票 然后第二是 他在中选过后 就算他是周务大臣 那时候他是周务大臣 也很多时候有很多人投诉说他没有在选区 没有在选区也不什么 也是可能他忙还是什么 但是人家没有感觉到 这个选区是周务大臣的选区 从资源方面也没有什么 基础建设方面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增加 所以我觉得 包括他担任了这个部长过后 联邦部长过后也是没有什么改变 所以我们所收到的feedback 我认为 阿华贝扎是完全没有 好好地利用他之前的官职 为当地的人做事 所以我不认为他有什么任何的加分 因为我本来是以为说你们会把beza放在第二位置的 那想不到是你们是把它放在第三个位置 刚才华宾你也是有做出一个解释了 不过我好奇的是安华对于无意选票的吸引力会有多高呢 安华对无意选票的吸引力会有多高呢 我相信他会比全国的这个平均会更高了 如果三角战方面我觉得四成不是问题 四成不是问题 对 那么最后我们花一点时间让YB来说一下自己的症状好不好 因为反正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要请YB跟我们说说 你觉得你担任Dangel Marlin的这个选民要什么 然后你可以给什么 就是我们最后想要问YB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Dangel Marlin的选民 其实跟其他的选民基本上也是一样 要求很简单 首先要看到人 选选议员出来是要看到人的 然后要跟这个选民有互动 容易 就是说选民如果申请什么 是容易的 不是太过官僚的 这几点我相信我都有做到了 然后我会 有一些当然有些缺点 或者有些做不到的东西 我会改进改善 然后做到更好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 除了这个民生服务基础监制方面 作为一个国会员 更重要的是他的问真的表现 在国会如果有什么课题出来的时候 我们选出来的国会员能不能为我们在国会里面发声 能不能为就算是比如说就算是那一个做出不对的事情的人那个领袖 这是从你的阵营来的 我觉得我在这方面也是有一点记录了 就是在这个2019年的时候当这个土团党接受从武统跳槽过来的议员的时候 我曾经是发声 然后我谴责就是当时的土团党的领袖 就是当时的首相顿马 当然我自己也是受到很大的压力 只是说我觉得选民也是看到这一点 但我是作为一个国会员 我们是必须要以人民的这个姓声放在第一位 然后才到党 所以我觉得这个任何的国会员都必须要做到的 然后当然第三是就是其他的这些基础结设 我觉得这一方面可能在这一届可能不会成为一个太大的课题 因为我们都经历过了 以前只有执政党才有这个选取拨款 但是过去一年一年多 我们在签署这个MOU过后 连任何的国会员 连在野党也好执政党也好 都有同等这个数目的这个拨款 我相信接下来不论谁做政府 这个传统也是会延续下去 所以这个反而不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因为反正你选了谁担任这个国会员 他都是有这个选取拨款的 而分别只是在于说你容易见到他 你容易申请还是他很多官僚 你要来啊你写信做appointment等等 可能就是这样的差别而已 所以我觉得选民要的就是这样 但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证件 希望大家可以看一看你自己过去的一些表现 然后再做出决定 对我其实还有一点是第一首先是国区的这个民生服务啊 还有这个啊温真表现啊 当然第二呢 我还是想讲如果就是当然看选民要什么 这次的选举不要想是说啊啊 你要你要谁你要哪一个政党你要谁做议员 你要哪一个政党赢 更重要的是说我觉得选民这一次要为自己投票 如果选民对现在的状况很高兴啊 那个没有问题 那选民如果对现在的现有的状况啊 觉得还是啊不够好的话要改变 这样你就需要投一个啊呃 政府以外的一个政党 为什么因为你不能够呃 就是你是每天做同样的东西 但是你却期望有不同的结果啊 是说你投给旧的政党 旧的这个政府 那你却期待他带出新的政策啊 这个是我们讲不合理的 所以啊希望选民能够在这一方面 啊啊啊啊做出选择了 OK 现在非常感谢YB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啊 我觉得最后一点很重要是 啊不管怎么样 这一切的决定都是留给我们马来西亚的选民去做决定 多听不同阵营他们的一些政见跟想法 然后做出你觉得比较适合你自己的一个决定 这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记得出来投票 今天非常感谢YB做客我们的节目 去跟大家说说他自己的选区单中 还有呢在披露其他选区的情况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记得或是错过刚才我跟YB的这个访谈内容的话 记得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啊 待会的环节之后呢 再点进点进来这个时间点 然后去看一看刚才我和YB访谈的内容 待会呢我们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精彩节目 希望你可以持续的守住我们的平台 今天再次的感谢YB做客们的节目 那么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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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